好 我們今天要特別介紹的 就是今年拿到這一個 牛肉麵冠軍的 是 好 牛肉麵王 來 陳老闆 歡迎陳老闆 謝謝各位 好 來 陳老闆今天要教我們大家 怎麼樣在家裡面 也可以做的一碗好吃的牛肉麵 是的 是的 首先我們做牛肉麵有很重要 就是要準備骨頭 準備牛肉 這是一定的 然後做一個 牛大骨 牛大骨 對 我們牛大骨裡面最重要 就是裡面的骨髓 這個白白的骨髓 它可以熬出這些精華 那這些精華 像我們店裡所使用的牛肉麵的湯頭 都是熬煮三天三夜的 其實媽媽在家裡煮 大概熬三個小時 就可以像這麼出味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做牛肉麵 最重要的一個基底 所以裡面只要放牛大骨就好 還是說我那個雞骨 辛香料要放 辛香料先不放 其實做高湯 就是不加任何的調味料 也不放任何的辛香料 一路牛到底 所以要煮三個小時 是的 好 那這個紅燒牛肉麵 最重要是這一個配料 是 因為紅燒牛肉麵 不壞它會有幾個好朋友 蔥 薑 蒜 辣椒 我們台灣的牛肉麵的做法 也有點像是這個川味的 一個炒料的方式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準備了 很多材料 到現場要做一個炒紅燒料 教媽媽們在家裡 如何簡單的煮牛肉 好 那你要不要教大家 怎麼樣的 我們一般的話 先從那個選那個牛肉的肉來看 那剛剛我們看到 各式各樣的 每一家的話 用的這個肉都不一樣 對不對 是的 那你們所強調的呢 我們用的目前是這個牛健鑫 牛健鑫比較特別 它一頭牛四條腿 裡面只有四塊牛健鑫 所以它相當的珍貴 那像剛剛各位吃的這個半筋半肉 裡面帶筋的部分 就是牛健鑫裡面的筋鹿 它吃起來是相當的有嚼勁 所以一般媽媽他們去那個肉攤裡面 就直接跟老闆這樣子講就可以 甚至說我們去一般的賣茶 也有 他們賣一包裝一包裝的 現在有美龜的 它一整包整條的 所以買回來以後就自己切 可以啊 可以自己分切 像我們切好就像這樣 有牛健鑫 也有牛肋條 牛肋條也是一個不錯的部位 牛肋條一般就像是我們做 那個王皮牛小排 它的肋骨第幾根到第幾根 那其實這些肋條也是屬於 肋骨跟肋骨之間的肉 那它吃起來相當咬勁 而且肉香十足 是最適合做牛肉麵的味道 所以媽媽在家裡面其實可以 自己也可以在家裡面做出來 當然可以 做出外面的味道 一點都不難 像我們店裡用的就是 前面這些食材 OK 所以而且是完全公開透明 而且是相當容易製作 好 來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到底用了哪一些 那中藥材要用哪一些 中藥材就像上面看到一些 像最重要的其實是花椒 花椒還有呢 花椒 八角 肉桂 丁香 炒果 小茴 小茴香 對 小茴香 這些材料大概將近10種 還有再加上 總共10種 還有豆瓣對不對 豆瓣 然後蔥薑 對 蒜頭 是的 那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這個是甜麵醬跟豆瓣醬 甜麵醬跟豆瓣醬 是的 那這一個是 這個是辣椒醬 對 像牛肉麵的辣味來源 一般都來自辣椒醬 辣椒醬一定要炒過 它才會香 是 好 那我們是要先炒中藥材嗎 還是先炒當豆瓣還是 一般爆薑的過程要先爆薑 薑 對 好 先下薑 先下薑 把薑扁得有點像 乾乾焦焦的 這是會它的那個香味來源 這要扁到那個金黃色是不是 對 有點焦香金黃 他們餐廳說要焦味 甚至說你切得越薄 它扁的速度越快 如果切得越厚 它扁的時間就比較久 好 然後我們再把蔥放下去 蔥斷 對 你加熱之後 很重要的 蒜頭 蒜頭不用切嗎 蒜頭不用切 直接下去爆 因為蒜頭在爆香過程 它會把香味釋放到油裡面 讓我們在滷牛肉麵的過程 一般味道會有來自幾個 一個是油 一個是湯 那這些蒜頭 這些辛香料 它會把味道分別釋放給油跟湯 所以我們喝的每一口湯 每一口油 都會有這些辛香料的味道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辣椒 辣椒 一般我們牛肉麵 一定要有辣椒 辣椒成分是或多或少 辣椒醬對不對 對 辣椒醬 好 那我們在下辣椒過程 就是要把辣椒跟油混合 讓它炒香 好像現場可以聞到這個香氣 辣椒一下去那個香氣 整個就是伏地而來 而且辣椒一定要炒 那個味道才會好 才會火起來 翻開 像那個油 紅通通的 就是用辣椒去炒 好香 那你像是要做川味的 是不是就把辣椒加多一點這樣 可以試你的口味 如果像真的要吃到油那麼多 那當然辣椒成分就多下一點點 那油的油量 豆瓣醬 就更多 這個是甜麵跟豆瓣 甜麵跟豆瓣 一般我們做台式牛肉麵 因為台灣牛肉麵大街小巷都有 一般會有用幾種 因為我用醬油做基底 另外一派就是做甜麵豆瓣 這些就像是我們做醬油的基底 醬油是一些黃豆去做的 這些甜麵豆瓣 其實也是一個黃豆的產品 那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它已經釀造出一段時間 然後它在湯頭裡面釋放的 這個甘醇味會相當的特別 好 甜麵豆瓣 一般的那個 雜糧店應該就有賣了是不是 雜糧店都有賣 像我們帶回來的這個牛肉呢 牛肉現在就要放下去了 當然 我們牛肉下去跟它一起炒 跟這些調味料一起炒 讓它有香味 像我們這個就是這個熱條 我們把它下鍋 然後其實我們牛肉再回來 也會有一些處理過程 像剛剛看到這一塊 就是牛的牛油 我們也不要浪費 一起拿下去熬湯 所以我們剛剛在炒香的過程當中 它不需要放牛油是不是 不需要放牛油 有一些人不是說用牛油下去炒 是不是 我們在帶回來的牛肉 上面會有很多白白的 我們可以用修清的方式把它修掉 這些都不要丟棄 都是一個很好的湯底來源 它在湯裡面煮 它會釋放它的牛油香 它也會讓整個油 更充滿了這個牛的味道 一般在家裡炒到表面焦黃 就是類似有點梅納反應 像表面焦焦的 這滷起來也會特別的有味道 我們最重要的牛骨湯 就是在這個時候要下 像牛骨高湯 這是重點 這是精華 因為熬了 不管是六個小時也好 像我們店家一般熬三天也好 這個牛骨高湯 就是要下去滷牛肉 要去做這個牛肉湯 所以不是要煮牛肉麵的時候 才把湯放下去這樣 是這樣子熬的時候 在滷肉就可以熬進去了 可是如果一般在家裡 如果沒有牛骨湯怎麼辦 用清水可以 這叫自來高湯 當然如果我們要讓它講求更精緻 更極致 那當然牛骨湯是最好的選擇 所以一般是加了牛骨湯 是的 好 那我們的中藥材 是什麼時候才要加 中藥材我們今天沒有特別包出來 那一般我們都會用一個 小小包 藥包包出來 才不會煮 對 才不會 我們撈的時候還要在那邊分料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下了 中藥材包這樣子 是的 那我們中藥材丟進去的時候 其實也會按照中藥的特性 什麼時間該起來我們就要拿起來了 比如說我們的肉今天拿到手上 這個聞起來的腥味 感覺並沒有那麼腥 那我們中藥材就可以卓量給予 對 那我們如果那個高湯或者是 我們假設好了 說一般媽媽我能不能去拿那個 譬如說外面有很多賣那種 對 高湯塊 高湯塊可以 高湯塊或者是說 一罐一罐的那種高湯湯 可以 那個也可以 也可以 好 那中藥材有沒有辦法去弄 那個什麼 快包的 那個 菜市場也會賣那個 滷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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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可以 那個也可以 那個也可以用 那這樣子一滷的話 要滷多久呢 一般我們按照牛肉的特性 一滷大概90分鐘 要滷90分鐘 對 還會軟 對 而且要細火慢熬 OK 而且滷完的 用類似燉的方式 對 而且最終後面還有一個程序 就是燜 因為牛肉煮好了 它需要用泡的 泡一段時間 讓牛肉跟湯汁 可以完全中和在一起 是的 入味 所以這樣子都不用放醬油 如果我是用 它有豆瓣跟那個就是醬油 是 是 那就取代醬油了 就取代醬油了 就不需要用醬油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湯的顏色 其實都應用醬色 已經像是那個牛肉湯的湯色了 對 好 OK 好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們那個中藥料理包裡面的話 到底有沒有自己的獨門秘方 一定會有 各家都會有自己的中藥配方 那你今天來的有沒有你的秘方 沒有 當然有 講出來就不是秘方 其實這些東西都沒有什麼秘密 因為大家用的都大同小異 像有人會用一般像十三香 那我們可以酌量給予 太中的味道少一點 你覺得比較想要的味道 給它多一點 那一般牛肉麵 其實最重要的是花椒 花椒是牛肉麵最大的香氣來源 所以其他東西都一點點就好了 只要花椒多一點 它整個釋放的香氣 就會相當的不比 好 那麼因為這個要煮90分鐘 那麼現場的話 其實我們的陳老闆 有一個已經煮好的 那麼在這邊 來 我們拿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 好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整塊這樣子下去滷也OK 也OK 這樣切才好看 這樣切的時候裡面會飽含肉卷 來 我分給大家 來 分給大家吃一下好了 所以自從我們要去前面 也來跟他分一塊 好 來 我來分 來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這個 這個 我是不能吃牛肉 不然的話 我好餓 你可以吃它的麵 我覺得它的麵我也很喜歡 我喜歡吃粗的 然後就比較有進步 來 切給大家 好 來 切現切的牛腱 好 來 切現切的牛腱 哇 幸福 這家裡面真的可以做得到 可以 而且不難 為什麼是有四重牛 滷得剛剛好 來 是 因為它肉 你看中間其實還有一點點 微微的紅色 這吃起來很有肉的感覺 然後它全的肉很讚 有肥 有受膠雜其中 那個吃起來感覺很讚 這個肉的肉質 其實是有差的 我現在才發現說 原來牛肉可以吃起來 有刺身米的感覺 刺身米 來… 好 來 陳師傅 最後一點時間 牛肉麵好吃的地方在哪邊 哪一家 除了你們之外 你們已經拿到冠軍了 那就不用說了 除了你們家之外的話 還有哪一家的牛肉麵 你覺得是最值得推薦的 我應該這樣講 牛肉麵已經屬於是 台灣的一個卵食粒 它不管是在國際化 甚至在台灣的大街小巷 甚至哪怕是飯店 飛機上 都是一個很著名的餐點 沒有永遠 哪一家是最好吃 當然也沒有永遠的冠軍 我們只要努力的做 把你想要的味道 真實的呈現給顧客 那一碗我覺得就是冠軍了 對 這是很重要的 好 這其實牛肉麵的話 是台灣的特有的一個美食 那麼希望也藉由這個牛肉麵 好 不只這個住在JR飯店 另外吃的話 現在很多台灣人 都選擇吃這個和牛 為什麼和牛會造成一股的旋風 我們今天要特別邀請到的人 就是我們的和牛專家 楊少迪 楊先生 歡迎楊先生 好 另外還要特別歡迎的 就是我們牛排的一個主廚 許伯春 許主廚 歡迎許主廚 好 來 楊大哥 能不能幫我們介紹一下 到底和牛跟一般的美國牛肉 到底差異差在哪邊 其實應該是這麼說 日本和牛他們是 日本人他比較講究這個 我們在講有點龜毛 日本和牛它一定是要純種 血統上面是純種的 才叫日本和牛 我們現在看到市面上有 美國和牛 澳洲和牛 其實美國和牛跟澳洲和牛 都是部分血統 像美國大概只要套到一點 日本和牛 我們就直接叫瓦牛 就叫美國和牛這樣子 事實上對於日本人來講 他其實是滿感冒的 就是說你只拿了我部分血統 你就要叫做和牛這樣子 所以日本人他們其實也不斷的 很積極的再往外去行銷 他們的和牛的部分這樣子 和牛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大家都覺得說它高不可拍 價格非常的昂貴 那麼所以和牛跟一般的美國 參了一點點所謂的 和牛的血統的話 就外觀上面來講的話 大家分辨出來嗎 我們今天帶來很多的和牛 是不是幫我們介紹一下 可以 像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我們準備了兩塊這個沙朗的部位 我們的樂眼的部位 這個是我們的日本和牛的部分 對 你可以看到這個油花的比例 差異是相當懸殊 相當大的 對 我今天其實最有興趣的是那個 傳說中讓人吃的會流眼淚的那塊 一秒流淚 一秒流淚這是什麼 橫膈膜 橫膈膜 對 這個是第一個它的量比較少 然後這個外面比較不容易看到 橫膈膜是哪一個部位 這個是我們 其實就跟人的橫膈膜一樣 這是一個呼吸器官 但是它其實不會有一般我們在講 吃內臟會有很重的那種 臭乳味 它比較沒有 清雪 如果你仔細看了 我覺得因為我也是很常吃和牛 其實如果你仔細看 沒有煮過的和牛跟美牛 顏色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和牛的顏色 會比較有白白的那種感覺 比較有粉嫩 粉嫩 雪花 但是這個美國牛肉 它是比較偏向血紅色 他們兩個的血 他們兩個顏色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一般的話 和牛的話大概 是幾分走啊 其實我們都建議3 5分而已 3分到5分之間 3分到5分 對... OK 好 來 這個 這個整個好香喔 香味全部都已經往裡面 那個香到不行 藍信趕快給所有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不要再看了 我們要吃了 快點... 來 這個是... 這個是橫膈膜 橫膈膜 在這個 大家要再吃的這個時候 楊先生能不能告訴我們大家 現在目前我們現在台面上看到的 所有的肉裡面的話 最頂級的是哪一塊 這邊是夏布里昂 夏布里昂 夏布里昂應該是這個 哪一塊 這一塊 夏布里昂 對... 因為牛仔特別細 那一塊聽說韓族最想吃是不是 一頭牛裡面 一頭牛我們假設說它大概300公斤 250到300公斤的話 一頭牛可以取出來大概3公斤 1%... 對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塊的話 這樣子這麼大小的話 大概價值多少 大概價值要2萬多塊 2萬多 對 那塊就要2萬多了 對 就是牛肉中真的是最貴的部分 季妍 你只要去日本 你吃到那個夏布里昂 都是全部牛排裡面最貴就是 而且算功課的 算功課 現在大家嘴巴裡面在吃橫膈膜 然後想到的都吃那一塊 第一個它牛肉 放進嘴巴去之後要嚼久一點 因為它有不同的甜分會出來 那這塊肉的話它有個好處 就是說第一個它咬進去 第一口就很柔軟 然後再來的話 它的肉是有層次的 然後它的脂肪也不會太高 一般對吃和牛的話 為什麼和牛它不好養對不對 可是和牛對很多人來說的話 因為它脂肪度比較高 所以吃一點點就夠了 這塊目前來看的話 越嚼越香 好 那麼我們接著來吃這一塊 那個師傅幫我們切一小塊就好了 因為很昂貴 珍貴的關係 我們不要切太多 我們切一千塊就好了 好 來 現在準備的這個是夏豆布里昂 夏豆布里昂它其實 它就是一個法國的名作家 也是一個美食家 那它這塊肉的名稱 直接就是用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就叫夏豆布里昂 那據說就是說他的主廚 他自己的一個廚師 挑了一塊牛肉 然後就是這個部位 然後專門做給他吃 他吃了之後 感動到一種無法無天的地步 然後決定 我要親自替這一塊肉命名 怎麼命名 用我的名字命名 所以這個名字是這樣子 對… 你幫我看一下這是哪一個部位 不良是哪一個部位 菲莉 其實就是菲莉 可是菲莉有分很多塊是不是 沒有 菲莉這一整塊肉 那夏豆布里昂是指菲莉肉的 最中間那一塊 最軟嫩 最軟的那一塊 你看菲莉肉這麼大塊 頭尾不算最中間這一塊 那一隻牛大概可以取多少 這一塊肉 其實真的很少 最多最多不到 你看這枕頭牛這樣子 對 1%我都覺得嫌多了 這一塊因為它不只是 因為它是菲莉最中間那一塊 所以是不會讓你覺得柴 但是它又有一點油花 所以吃起來真的 一方面 一方面的人都是看油花對不對 對 但是一方面是這樣講 我們講的 剛剛大哥講的這個柴的部分 你可能會在紐西蘭 對 澳洲牛 一般都這樣認為 然後甚至台灣的國產的 黃牛這些的 你會遇到 但是日本人他養牛 你可以注意到我們那個畫面 如果有帶到的話 你看這個油花 它的濕質度 很漂亮的 日本人他有辦法把一塊瘦肉 養到裡面漲油出來 對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它怎麼辦到 而且它的油花分布非常的均勻 那麼大家都吃這個菲莉 然後菲莉裡面最頂級的是 布良這個 布良這個 來 這個我直接把它四塊都拿走了 準備囉 來 楊大哥你能不能告訴大家 就是一般民眾如果在挑 這個和牛的話 我除了指定部位之外的話 我是不是能夠用很簡單的方式 來辨別這塊肉到底好跟不好 我未必要挑到最昂貴的那一塊 這是真的很看個人口感 有的人吃的是瘦 比較喜歡偏瘦肉 有的人喜歡吃比較油花豐富的 油花豐富我通常會建議幾個 像樂眼 牛小排 我覺得這兩塊肉其實是 一般我們台灣消費者民眾 是比較喜歡吃的肉的部位 一般你到大賣場 他大概也會騙你 包裝上面都會跟你且明白 牛小排 樂眼 沙欄 你就挑這個 比較不會失望 其他的話 像板腱肉 有些人 這個我要跟你特別解釋 我們這個板腱肉這邊 中間有一條矽筋 一定會有 千萬不要以為它就是 什麼不好的或什麼 這個筋 它在經過一定的烹調到熟度之後 它是可以吃的 OK 好 來 剛剛那個四聰 已經迫不及待把謹剩的 這一塊叫做什麼 蝦都不用 不用 不用 要把它吃掉 來 它有那種入口計畫嗎 因為其實我牙齒也算不好 而且你不需要太大的力量咬它 它整個就 肉汁都爆發在你身裡面 韓祖它跟剛剛那個的口感 那個跟橫根模那個 比較Q 比較Q 橫根模比較Q 它比較鬆軟一點 我覺得比較甜 比較甘甜 不一樣 剛剛那個好像是比較一般的味道 這個是最頂級 一吃下去 它那個甘甜 然後瞬間油花一點點 然後又有一點感覺上是 非常豐富的這種感覺 就無以形容 四個字 人間極品 人間極品 當然 那個是最貴的一塊肉 被你吃掉的 但人間極品 好 來 師傅幫我們推薦一下 介紹一下 這個是如果沙朗的話 一般的話 民眾如果在家裡面 他應該要怎麼樣做 應該要怎麼樣做 像沙朗基本上都要做厚片 會比較好 對 要不然大部分還有 像日本的話都會做一些 像Shabu Shabu 對 這種或受洗燒這些的 對 它基本上 一般民眾如果買回去的時候 像這種旁邊的油花 要不要把它去掉 會不會太油 如果是在日本和牛的話需要 對 但是我們都會像 把它取下來 然後當牛油再使用 用牛油去煎它會更香 我可以跟大家再 多一個介紹就是說 整塊我們叫做肋眼 這一塊其實就是肋眼上蓋 一般會講老饕 老饕肉這樣子 為什麼它叫肋眼 這一塊油 眼睛 很像眼睛這樣子 叫肋眼 一般的民眾如果去買肋眼的話 可以注意去看他有沒有騙你 因為有時候你到一些地方去吃 你點了肋眼 上桌之後如果沒有這些 對 基本上它應該不是真的 熱油的樣子 好 來 我們現場的話 是可以烹烤的 是... 一般我們在煎這個牛排的話 那個鍋子的溫度 大概是在控制在多少 稍微至少200度以上 一開始要讓它先封面 對 封面讓它鎖住血水 肉汁才不會流掉 對 對 如果像在家裡的話 如果從超市買回來 建議說在食用之前 先放在室溫半個小時 讓它所謂的回溫 對 不會煎的時候誤差太大 變成說我後面已經煎焦了 裡面都沒溫度 溫度滲不進去這樣子 對 所以我建議的話 一開始要是油溫要高一點 大概200度以上 讓它做封面的動作 好 大概煎的時間呢 煎的時間看你的厚度 像這一塊大概 以日本而留3到5分來吃的話 大概3 5分鐘就好了 3 5分鐘 對 好 第一次的話 快活 有一些人是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把它煎 煎到表面稍微酥 就酥脆 有沒到反應之後 然後再把它靜置 對 然後靜置要多久 靜置它們通常是5分鐘一次 我5分鐘 但是正常來說 它那個牛排要非常非常厚 對... 才需要做靜置的動作 就是讓它稍微熟成一下 對... 應該是溫度滲進去裡面 溫度滲進去 對 然後再回過來再煎你 再把溫度再加高再這樣子 一直重複的 再加上怎麼煎 沒有 我一般也是 按照當然信姐講那樣的方式 我們這樣已經過了3分鐘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啦 這樣差不多了 對 沒錯 其實今天牛排很快 很快 對 材料好的話其實很好做 那鍋具有沒有差 鍋具就厚底一點的鍋子就好 有一些人想說 怎麼用素鐵鍋啊什麼的 都可以... 就厚底一點的鍋子 不要太薄的鍋子就好 這樣子好啦 對 好啦 熟了 你要再進行第二次嗎 對 不用... 第一次就好了 對... 我問一下主廚 加麵這件事情的話 是台式牛排才有的 還是美式牛排也這樣子吃 對啦 這是我們吃的 它還要再加一個雞蛋 對... 一定要加雞蛋 台式的一定要加這個雞蛋 全世界只有日本跟台灣 吃得到鐵板牛排 其他都沒有 日本的和牛加上台式的吃飯 我們現在慶祥 日本有的人這樣吃嗎 有... 日本有鐵板牛排 不是 有加蛋跟麵 這種這件事情嗎 它有鐵板牛排 沒有蛋 今天吃的東西 不能同時看中日棒球賽 中日棒球賽 這樣會有麻煩 為什麼 因為兩軍隊的 可是我們現在菜色是融合 現在已經要去日本打了 要去日本打了 而且台式最精華的就是蘑菇醬 蘑菇醬日本沒有嗎 蘑菇醬跟黑胡椒醬 是我們吃的 這種天板牛排必備 天啊 這看起來的話 就非常的有味道 來 我們現在 這已經要上桌了嘛 這可以上桌了 對 那這大概幾分手 3到5分 我們是不是可以切開來 給大家看一下 來 師傅厲害 非常嫩耶 切到樂園 好 樂園 這大概幾分 你說幾分 3到5分 3到5分 對... 如果這樣子看的話 這一邊到底是 這一塊肉裡面 用哪一塊是最好吃的 這一塊 對 是那一塊 上蓋肉 上蓋的那一塊 是不是 對 好好吃 大家都在等 不發明寬 對 好 來 那個一邊切的 當下的話 師傅聽說你們還有那個嗎 叫做 滷肉飯 牛肉滷肉飯 和牛滷肉飯 和牛滷肉飯 滷肉飯 但是是牛肉 牛肉的 還是用和牛做的 我們修下來的 也是用和牛的 對 和牛做的 對 和牛的滷肉飯 這個太不習重本了吧 我其實剛剛在這邊 我一直聞到這個 我一直 我才是手當刺鬆 我都已經直接 看我肚子都好餓了 這個現在是 來 老饕肉喔 豐盛的意思 老饕肉待會分給大家 來 最會吃的 來 四蔥 怎麼樣 裡面柚汁真的是 噴汁啊 噴汁 不是 那跟前面那兩塊呢 因為這一塊比較油啦 它油花比較多 可是油的話是不是就吃不多 其實像我去日本的話 我一次大概都是吃3到5盎司 對 來 很酥 我覺得它的油花真的比較豐富 是我三塊中 我最喜歡的是這一塊 對 我覺得油花比較有吃牛排 鐵板牛排的香氣 它是肉食物 不過過去的話 台灣才吃的牛排 都是在夜市吃 現在不一樣了 對 但是可能吃到充足肉 對 有可能吃到充足肉 而且肉的品質 並沒有那麼好 現在沒有想到 印度的話很厲害 對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印度人我們都說是 很厲害 所以他們在這一次的 防疫的過程中間 他們又出了非常多 我們外人看起來是奇招 譬如說他們在喝什麼 他們最近在流行喝牛尿抗疫 甚至還有屠牛屎抗疫 這樣兩個這個狀況 我覺得我們外人 當然會覺得很莫名其妙 但是事實上在印度人的 這個傳統的宗教裡面 他們的印度神 師婆神 他的做起就是牛 所以他們對牛的相關的製品 他們都相當相當的尊敬 而且真的他們從以前 就開始有所謂的喝牛尿 跟屠牛屎的這個習慣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這個畫面 就是他真的喝牛尿 而且他們還是由地方官員 帶頭大家一起來喝牛尿 集體喝牛尿來抗疫 然後集體這個屠牛屎來抗疫 好 除了這個之外 印度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有一個叫做波使節 波使節是什麼意思 他們是每一年度的時候 就真的 他們就在這個 大家都要接上去 然後就開始對著別人 丟這個牛糞 丟著牛屎這樣子 而且他們有一個規定就是說 被丟得越多的 它是越有福氣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他們這個風 你看整個城鎮瘋狂 大家都在那邊丟牛屎的狀況 而且他們 所以你看 他們就認為說 牛屎就等於是神要這樣一個觀念 可是他們現在還敢這樣子玩嗎 他們還是這樣子在做對不對 那好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一般女生都很喜歡這種 很香香的肥皂對不對 我們往往都是比較 高檔的肥皂是賣的 會賣光光對不對 你現在看到這個肥皂 你知道它是什麼做的嗎 它是用牛糞做的 牛糞肥皂 對 牛糞肥皂 它裡面有牛糞的成分 當然還加了一些其他東西 但是你知道嗎 慶雪 你要買這個牛糞肥皂 你還買不到 因為在網路上 早就被搶購一空 所有地方 如果你只要一推出的話 馬上就銷售一空 一推出馬上就銷售一空 所以這就是他們目前 印度人的這個抗議的 這牛糞肥皂 到底是香的還是臭的 應該是 因為其實 牛糞其實不會臭 因為它裡面都是草的成分 有點草本的這個味道 到沒有想像中那麼的臭 另外除了這個之外 印度最近還出了一個 非常特別的叫做吞火魚的方法 吞火魚是什麼 他們就真的是 你看一般的民眾 就真的吞火魚 就是說他們就幾個月 來吞一次火魚 火魚當然還要加一些蜂蜜 什麼什麼之類 就這樣吞下去 他們說為什麼要吞火魚 因為就他們印度傳統的 這個治療方式來說的話 你吞火魚的話 可以自哮喘那些傳統的疾病 那當然啦 因為這一次的新冠肺炎 被認為說 它就是來自於呼吸道的疾病 所以人家就說這個原理非常像 所以最近在印度很多地方也有 而且這個地方還是專門 他們很多人會專門跑到 這個有吞火魚的這個地方 你看他們塗抹一些特別的 他們的草藥材 還加了一點點的蜂蜜 什麼之類的在裡面 你可以講 這還很多人排隊 等著要去吞火魚 你光是這樣子聽的話 我都覺得很嚇人 如果說這一次 這個武漢肺炎 如果在印度造成大流行的話 所有的民眾是利用這種方式 來治病的話 印度恐怕會是下一個武漢 因為印度的醫療體系的話 更加脆弱 對 會非常的脆弱 也有可能會崩潰 那麼印度的話非常的特別 印度的話人口密度非常的高 可是他們的醫療 醫療全民健保 醫療是有的 可是問題是說 他們的醫療的品質 很有可能是非常落後的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疫病如果一旦大爆發的話 很有可能直接影響到的是印度 可是印度民眾的話 非常喜歡黃金 修理學生的醫療 確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